歡迎各位回來收睇我們的新聞聯播的國際,我是大師,我是浩蓮 我們先看看第一個新聞,這是韓國的運動新聞 韓國的一個叫做短跑速滑世界冠軍林孝進宣佈入籍中國 就是叛徒,由韓國人的觀點看就是他本來是南韓的一個很厲害的運動員 接著他現在就走來中國,就打算代表中國出戰北京冬奧運 以及以後都會在中國玩,接著就被人說他背叛祖國 首先就是因為其實中國和韓國的民間民粹主義一向都罵到擦天 又要爭奪泡賽是誰發明,韓醫中醫那些 這次就會繼續激化這件事 另外另一方面就是韓國這個國家內部有很多很奇怪的封建文化 而體育圈裡面都亂七八糟,權力鬥爭等等 這些優秀的運動員是經常都流失的 我先打斷你這裡,因為我把剛才那些泡菜和醫生發明的 其實有兩項目的,第一項目的泡菜和草藥 應該都是類似一個自發現象 你討論是誰發明的,很容易發明的 火藥比較難發明,這些東西很難說是誰發明的 基本上咬來咬去都無謂的 第二就是韓國和中國在古時的時候 即是在周朝初期和商朝的時候 是很接近的,即是你不敢相信的 即是說是比較接近的 當時的時候是同一個生態圈 同一個文化圈,在初吻的時候 因為山東半島、郊東半島去韓國 去朝鮮半島是比去河北的 河北省的 至少比去山西省的方便 那條路比較清楚 所以基本上這些爭辯就沒有爭辯 即是不知道究竟是韓國還是中國那些 那你跟著才繼續 但是韓國另一方面就是它裡面的制度 即是很多人會說 其實很東方的傳統封建 那些不好的東西 是還留在韓國裡面的那個制度 即是日本就是 即是即場階級 嚴格高低 這個又好又不好 但韓國這些其實是 即是反而中國是有改進的 因為中國最重要的 中國是大洗牌過來 是經過那個 尤其是共產黨大洗牌過來 所以沒錯 印度也是幫你不熟印度 印度相同的東西 都是這樣的狀況 因為你沒有洗過大牌 你一來就跳過去民主社會 而民主社會就更加是 你不敢洗那些權貴牌 因為你需要權貴幫助你去做民主選舉 所以它是完全沒有洗過的 所以就變成那些東西就流傳了下來 現在你就看到一個地獄朝鮮 就是這樣的狀況 地獄首爾就是 它是Samsung帝國 這個走的那個是 是不是有性醜聞之類的 是要說 他是不是叫做性醜聞 其實就是他有一次 就是2019年的時候 他就跟他多的隊友 都是世界冠軍來的 就去玩這個攀岩訓練 接著他就貪玩脫人的褲 其實這個是不是叫做性醜聞呢 就是他總之脫人的褲 然後就拍到 總之就露了一個人出來 接著就很不開心了 接著就開始禁止他 他脫人的褲是自己不開心 還是下面的 他脫了不開心 他脫了男的褲 女的褲 應該是男的 女就精應該很嚴重的 是嗎 黃大憲 黃大憲的名字像是什麼 像是男的 但問題就是 露出了半個團隊的黃大憲 很自然地拍打了 在場女損失的屁股 我這樣說好不好 其實呢 運動圈是很任賤的 你會發現所有運動員都很任賤的 荷爾蒙過城 不是 但問題是因為他們其實要打針 你會發現為什麼 每個人都經常被測到過不了檢驗的 那些療 其實就是這樣的 為什麼過不了呢 沒有理由 你為什麼吃得這麼貧乏 你知道會過的 你知道會過的 你知道會驗的 其實他們主要是這樣 主要是他們會吃藥 吃藥 吃到比賽之前 就不吃 就過過測試 所以他們在比賽之前 有時候吃到最後一天的時候 最後吃到最後一天 過了 剛剛過了一夜 過不了 於是就過不了測試 所以你會看到所有運動員 都會老得很快 會老得比較快 可能你生活會比較好 因為早脫離 運動員會很快 而且運動員 因此他們的性慾會很強 會很暴發的 因為他們吃打了一些藥 就會是 我認識到有人 她說是 她的女兒是參加一些運動 做得很好 類似找雷詠 她說如果一叫她參加 但如果一叫她參加 做職業運動員 她就叫她不要理的了 她說因為到時候 你一定會很淫亂 因為你一定要打到 你性慾會很暴發的 所以到最後你一定要搞事 這是運動員 所以你會看到 為何奧運村 全部都是避孕套 那些人不停地搞事 其實那些是有原因的 因為他們是要搞 他們必須要搞事 才能夠發洩到 不是他們睡不著的 即是一身火 真是生理需要 是的 有這樣的需要 所以本身 她的一個行人 霸凌現在又是另一件事 但問題在性方面 她的運動員 完全是第二個方法 除非你好像是 有一些就是一群群群 即是男女朋友 慢慢搞 慢慢搞 如果不是你就會很淫亂 要是你就會找一個很固定的 永遠是那個夥伴 我明白 好 運動員 始終都是生理需要 特別大 她這個 走了的話 因為她 這樣說 她走了的話 應該是 因為韓國沒有引渡 她那個應該是 好像是一個犯罪的東西 因為這件事牽涉到 牽涉到 她有些 即是她去了中國 是的 有沒有犯罪 身負性犯罪嫌疑 嫌疑 但是 但是 這件事我覺得好笑的地方是什麼呢 入籍是應該要住的 要住 你不可以一入 你不可以說我入籍就是入籍的 入籍你一定要過一個 你要過一個居住年期才可以入籍的 那 她 這麼快就可以入籍了 特殊案例直接開給她 所以我覺得就是比較奇怪 為什麼直接可以入籍 特殊人才優待 真是 人才優待 好 下一個新聞 鋼琴女神輕心未遂 其實就是講 之前馬來西亞有一個叫鋼琴女神 李玄寧 就是李雲迪徒弟來的話 有一個叫鋼琴女神 琴米也很出色 然後有過百萬人的網紅 最近她有罵新聞 就是因為她想直播節目 其實這件事不是她錯 真的 因為她想直播節目 然後就要求她即時彈 即時彈這個電子琴 她就沒有準備 一開始她不想彈 然後被人鼓鼓鼓彈 然後沒有辦法彈 然後彈得不是特別好 然後她就崩潰了 就真的崩潰了 然後又說自殺 勒頸自殺 然後大家很不開心 首先就說 其實我想說整個現象 就是其實現在是越來越多 音樂女神走出來的 就是因為有一個台灣的Youtuber 就叫做Pan Piano 可能大家都有聽過 總之就是她是彈鋼琴 就是Youtube 她的賣點就是她是女生 然後是Cosplay 穿得很性感 她不露樣 就這樣就賺到錢了 其實很簡單 這件事就是 她就是賣樣 賣身材 然後彈琴就行了 那就不用這麼大壓力 其他那些音樂女神 都是因為Pan Piano 就是她不出樣子 只是露身材 身材很好 都可以 我出了樣子就更厲害 對 但是我看過 但我不知道是很Hit 我看過 如果這樣我會拍一段影片 看過一些影片 是沒有什麼的 沒有相片 沒有樣子 但是 就是 真的可以嗎 不可以 我想是第一個 但是這個李元寧是 她彈的是電子琴 對 據我所知 電子琴和鋼琴是兩樣東西 兩樣東西 所以她彈電子琴 彈得不好的話 其實她是鋼琴的 尤其是鋼琴轉電子琴也容易些 電子琴轉鋼琴很難的 但問題是兩樣東西 照計的人都不應該這樣惡評 其實她亦都這樣說 整件事如果你是被人這樣罵她 或者是失控暴走 然後你說她自殺 假設她自殺是堅定自殺 不是一個做作之類 她根本不適合做這一行 即是我們出來 你出來沒多久 你馬上被人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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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插 很關注性的東西 是不是 對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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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跟妳那麼多 她當然插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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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嗎 很醜 對嗎 對嗎 你這樣做那邊不應該 你叫我講的話 就是 如果今時今日 每個人 嗯 Andy 窩學華 在未來的世界 不知道每個人有五分鐘還是十分鐘寒的機會 是的 沒錯 現在每個人都應該會有五日至十日被人插的機會 被人擴插 如果你今時今日還在這樣的狀況 你不能夠擁有被插的面皮 因而被插的面皮 沒事啊 你就罵我 你非但不可以做KOL 你不叫KOL 不可以做YouTuber 不可以做這些 你甚至最好連Facebook也沒有 對不對 你這樣也受不了 Facebook周時被人洗版 普通人也會被人洗版 不要說你做這些 這個應該是要刪除的 即是在這個世界 對嗎 對嗎 普通人也洗版 心理質素不夠高 要做公眾人物尤其是要出名 所以我就很欣賞Pan Piano 就是因為他迴避這些東西 我又不出樣子 我買球 然後他彈一講和大家很開心 你很欣賞我 我就不特別欣賞了 他就說 喂大哥 不是啊 這個就是以前的作家 以前的作家就是魏康 我小時候都不知道魏康什麼樣子 金蓉什麼樣子 從來沒看過 十何一輪的什麼 全部你都不看過 但是今時今日 你這樣不行 每個人都想這樣 明白嗎 他很幸運 他很幸運 即是每個人都想 有頭髮誰想做辣你 如果你做一個Hidden 沒有人認識的作家 而能夠紅的話 不用像J.K.Rolland J.K.Rolland出來簽名 不用出來做宣傳的話 誰人都想這樣 他只不過他做了 每個人都想做的事 明白嗎 所以他不是一個配不配服的問題 他是一件事 他在做一個大家都想 有哪一個 我想就算李玄伶也想 可能不用出樣子 就這樣彈一下 或者甚至只賣一張唱片 賣一張唱片 都有人認識都可以紅 但問題實際上做不到今時今日 他這個Pan Piano 很幸運 不用拋頭露面又想紅話 真的 他很幸運 好 下一個新聞 就講一下一個短短的新聞 比特幣又再升上六萬 之前又跌了下去 然後現在又升上去 升升跌跌這樣 這次會不會繼續升上去呢 另外一點就是 因為其實現在整個美國股市 尤其是如果你有上去那個 華爾街賭場 就是Reddit的那個輪壇專門就是賭股 就是那些股民在分享那些賭股的經驗 然後他們炒得很激進 現在美國派錢 那麽就全都進去 那麽所以穆棄了 就是因為他才會派19,000億 OK 19,000億 前幾天我就去問R君 上個星期 我們的CR財經 的節目主持人R君 我就問他 喂 你又說做個比特幣課程的 為什麽沒有了夏文的 他說 那些比特幣跌了下去 如果做的話不太好 我想等他創新高才做 才開班 他說 立刻開啦 你肯保證他再跌下去怎麼辦 他說 這些事不用想的 你立刻開 什麼時候開就什麼時候開 就不要一直想來想去 又說 又說破新高 又說要什麽 他說你順便會破新高 結果就 就是這樣 就是破了 結果星期五的時候 之後他做的時候 他說破新高 就是這樣 果然他真的猜中了 所以我們應該是 今天是開的 今天就開班了 那時候我覺得 我對於他的回答 我覺得是很不滿 因為 因為 你知道 我們 現在請了很多人 支出龐大了很多 所以他 用這麽 的手法去對待我的話 我本來已經覺得很不滿 誰知道 是他中了 所以實際沒辦法 既然他這樣中的話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們的 比特幣課程 應該希望這兩天 這兩天推出就正式收生 應該月底會做 大家認識一下 我建議大家 因為都是那句 無論你喜歡他也好 不喜歡他也好 看好他也好 看不好他也要知道 比特幣課程 比特幣課程 每年都有人說 跌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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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次就是歐君講述比特幣的市場 而Alan就是做比特幣的技術 以及講述一些垃圾幣 就是很小的比特幣 ICO 對 很小的比特幣 我就講一些 我會講一些 關於貨幣的基本理論 大約會是這樣的分工 我們三個一起去做 好請大家踴躍支持 好下一個新聞 就關中日釣倒軍事硬碰硬的問題 就是其實中國日本在釣魚台海域那裡 其實就越來越緊張 是在升溫 就是因為日本 中國和日本都通過了在海域的一些相關的海防法 就是那些海防法就是 簡單來說就是大家的立場更加強硬 就是以前大家看到兩隻船走過都會兜一下 然後現在雙方的政策就開始覺得你不可以了 不可以兜了 你要趕走它 必要時可以開槍的 日本方面的態度是這樣 然後日本就開始想連上美國 就說其實美國 因為美國和日本有一個叫做美日安保條約 就是兩個地方的軍事互相結民 就說包不包釣魚台 是包的 美國人 日本人很開心 主要就是 那個衝突 日本中日的衝突 會不會影響到中日民間友好呢 其實因為中日友好很重要 其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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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兩個國家 中國日本對釣魚台 一直都是維持一個模糊政策 都一個模糊政策 所以現在就是把事情清理清楚一點 清理清楚一點 清理清楚一點 就必然 當大家模糊的時候 就可以不允了事 當清理清楚一點 就必然是不融洽的 這個很明顯的 就不會說他們 這件事沒得辭職 除了打仗而已 而美國呢 從來都是支持 但是他一直都不說 因為呢 整件事很簡單 釣魚島 是屬於誰 其實釣魚島的主權是很清楚 但是沒有一個人可以夠膽說出來 沒有一個人可以說出來 只有我 釣魚島 是 琉球群的一部分 應該是琉球國復國 然後歸琉球國 就是沖繩獨立歸琉球國 是琉球旺國 OK 他是琉球群島的一部分 所以他應該是歸琉球國的 如果琉球國能夠復國的話 上市家族能夠回來的話 那就歸沖繩 然後促 然後琉球國獨立 大家就比較沒有聲音出的 但問題就是 當你琉球國 已經被美國侵吞了 而美國規定日本 回復1870年之前的領土 二次大政的時候 而琉球國的1860年 是早幾年 是侵略琉球 於是可以免除 而美國之所以 如何這樣做呢 又是一個原因 為何1970年 又是一個原因 簡單來說 其實釣魚島本身就是一個 一個骨頭 然後他扔出來 讓你中國 日本 台灣 咬 然後讓你三個地方不和 製造地區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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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既然美國還說 你要表示 因為中國和日本是同一的文化生態圈 即是說大家都是漢字文化 所以本身整個大局是這樣 而中國是很明顯知道這件事 所以到最後掉月島一直都不是一個問題 直到美國說他放棄掉掉月島 然後將它的管理交給日本 然後再說他這件事是主權美定 所以才出現問題 所以整件事就是美國扔出來的中間去做這件事 而中國很明顯知道這件事 但中國當你扔出來的時候 不能不要 而且他一定要增加自己本錢 掉月島不是中國的核心利益 台灣才是 因為中國是 到了最後 他是可以為了 統一台灣而放棄掉月島 更加重要的很明顯 對 所以如果他沒有了掉月島的話 他統一台灣的話 就沒有本錢跟日本談 即是他那個籌賣 即是釣魚島 中國一直都是 即是說 中國一直都是覺得 這件事我一定要拿著 這個鏡頭 如果不是到時候 我就沒有了本錢 那件事釣魚島 其實他本身的戰略利益 不是來收犯的 他的戰略利益是用來談判的 所以就算是 你看見中國 現在國內的人是在說 不如被沖繩獨立 要找到月島 即是我的說法 不是沒有人說的 我的說法不是沒有人說的 那件事 都不是沒有效的 但不是核心利益 反而在日本來說 是核心利益多些 但問題就是 中國沒有理由放棄了 這件事我不批評 你給足 其中 提供我 我是可以不要的 但日本 找不到這件事 他給不到 一個中國 一個 他不能拒絕的條件 滿意的價位還沒出到 是 沒錯 他滿意的價位還沒出到 那我當然不會放棄 我放棄了 沒有好品 對不對 說明是大家都有 我都有 我有批評的 對不對 我沒有理由放棄了 我的權利 如果萬一 你現在日本跟我開仗 日本跟我開拖 你夠膽跟我開拖 如果中國贏了 的話 拒絕就是我的 如果你日本夠膽跟我開拖 而我贏了 就不但將我收回台灣 我還拿著拒絕 這個是很明顯的 那為什麼 我不批評呢 如果我不批評 拒絕的話 到時候我開拖 我都沒有 我都沒有 戰利品 我一定要說這個是我的 然後打了 我贏了才是戰利品 所以中國也不會放棄釣魚島 在這個狀況 但因為那個狀況是這樣的 即是他現在claim著釣魚島 其實那個重點不是在於 現在就要解決問題 而是未來bargain的時候 我們有些東西要爭 去拿 是的 這件事一定要這樣做 因為釣魚島實際上 management在日本上 所以日本就不可以放棄 而整件事 整件事 整件事 日本是 如果沒有了這件事的話 他 我說不到 因為一路都是你自己 你自己管轄著 即是那件事是在你的袋子 雖然別人說是你 但已經管轄在你的袋子 當然他會覺得重要一點 如果日本的資源比較少 所以他會更加接近一點 而中國 如果你沒有台灣 只有一件釣魚島 即是在中間 你很尷尬 你一定要拿台灣 你才能拿回釣魚島 對 對不對 你不是被沖繩 說台灣夾著釣魚島 你又怎樣 整件事 你都很過癮 但問題是 在戰略上 你是很難搞的 所以釣魚島大約會是這樣 如果再講一講 會講很長 好 所以今天的時間就差不多了 到這裏 多謝大師 謝謝大家 好 拜拜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